其实我说话有点直 但是这是我的直观感受 没事吧 说吧 我听着呢 仅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 我没有看到一个演员 你如果做其他的演员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 但是你不是一个歌唱演员 很可惜 我其实不想打击你 没事吧 打击吧 我就不怕打击 刘老师呢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您看了觉得有什么感想 您刚才的唱歌和跳舞 没法在美的那个角度去说 我只能说你那是在晃 单凭你现在的状态 如果是表演 我感觉离得很远 谢谢 刚才五位老师 第一次 他们没有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出发 去评断一个现场的事情 而是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 来看这段表演 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你接受这样的意见 我不接受 我唱的有那么烂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 我有问题是 我要打击 刚开始我她的嗓子 她不是现在的嗓子 我说你唱歌唱 我说你嗓子跑 实际上 在节目录制之前 傅燕霜的母亲 早已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 就在傅燕霜与专家团老师 在节目现场进行沟通的同时 她的母亲就坐在我们的第二条解释 观看现场的一切 而傅燕霜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还是你觉得因为我们都不专业 所以我们评论的 我没说你不专业 是不是 主要的是 最起码不会吓死人吧 如果吓死人的话 你们都走到英国去了 是吧 可是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的目的 是为了让听的观众 能够有一种享受 或者说刚才五位 老师给你的评价当中 你比较愿意接受 谁对你的评价 他们的我都不接受 那你猜猜看谁是专业的导演 那个穿黑色衣服的 有两位穿黑色衣服的 那个男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新锐导演 刘导演 中国新锐导演刘丽佳 战国 情细月亮弯 青年冯友兰 成长 国家命运 现在知道你的面前有一位导演 你心情怎么样 心情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他眼光会不会好 不知道他会不会重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伯乐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伯乐 对呀 那样的千里马好语 但是伯乐难语对吧 好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说现在我们的现场 就是一个新的演员 来面试导演 你现在见到导演 你有什么想跟导演说的 我不知道他平时面试的演员 都是怎么面试的 你管人家怎么面试呢 你现在来面试 最起码我们也得了解一下吧 是吧 你就平时你怎么去见副导演 副导演的时候 你就现在去 现在你就平时一样了吗 你现在可以站起来吗 你现在有三分钟的时间 请抓紧 开始计时 游岛 你好 我是一个演员 就是我想面试你的新戏 不知道你们就是需要不需要像我这样的演员 你可以先给你自己做个介绍吗 我叫傅艳霜 来自河南的 然后我身高是一米六六 体重是五十 别人都说我最擅长的是喜剧 还有战争片 还有农村戏 好 你擅长农村戏是吧 我给你个机会 我接下来有个电影 是全国上院线的 如果你今天表现得好 我可以用你 可以啊 兄弟 来 您帮个忙 我现在给你命提一个双人的小品 现在是一个阴雨天 你现在是一孕妇 丈夫没在家 她在外边打牌呢 你马上要生孩子了 你现在冒着雨 往医院跑 之后呢 丈夫回家的途中发现妻子 在雨中摔倒之后 过去扶着妻子去医院 好吧 给我演绎一遍 现场刘导演为傅艳霜 激性设计了 模拟情景 并提出了表演要求 针对这个激性小品 傅艳霜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她的表演 又能否获得刘导的认可 我可不可以打地啊 你是农村 叶桑 叶桑 你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了 你要生了是吧 是吗 快起来 快起来 我跟你提来 小心点 小心点 我这边走 去医院去 小心点 你可以回来了 你想听我的实话吗 想 好 第一 我跟你交代的环境 是下雨天 但你走路的时候 我没发现你在下雨 最基本的 你没有伞的情况下 你可以拿手去挡吧 对不对 我感觉你就是在散步 第二 走路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是农村 对吧 下雨的时候一定会有泥 它不会那么平地让你去走 但是你刚才走的路呢 是很平的 好像走在油漆马路上一样 第三 你摔得太假 如果是一孕妇的话 她摔 她绝对不会像你那样摔 我不但同你说 那个摔太假了 但是你没给我地滑的感觉 老公来的时候 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我跟你交代了 你要生孩子了 他去打牌了 你是很气愤的 我在你的语言里 都没有听见气愤 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